大家好,我是CC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一汽车》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共享经济兴起于共享单车 如今,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共享单车的身影,只要扫码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, 但是单车毕竟只适合作为自己日常的代步工具,而且如果在雨天就不太舒适了, 况且如果你风尘普普地从外地回来,这个时候也许已经是深夜, 你或许还提着很重的行李,而你还搭不到车回家, 想想一下,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想自己面前出现一辆汽车呢? 既安全舒适又能带自己回家,这就促成了共享汽车的兴起。 在浙江,已经有一家公司在试水这种共享汽车的模式, 人们可以像骑共享单车那样扫码注册, 然后就可以开着共享汽车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, 而且不用担心风吹日晒,舒适又便利, 它和共享单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 在绍兴已经开始运营, 这些汽车被投放在特定的停车区域, 消费者们可以扫码开车, 使用过后再将它停放到指定的停车区域, 而且这些汽车是非常环保的新能源汽车, 市民们也可以省去买车的麻烦, 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的汽车数量, 由此也可以促成节能减排, 小编认为这是不错的尝试, 大家觉得呢, 开共享汽车还是买车, 你会怎么选择呢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!